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节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彭泉七段 彭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这盘棋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 孟太玲他直白对战master这一盘棋 孟太玲应该是下了好多盘 然后这盘棋呢他是直白master直黑 我们来看一下 对孟太玲的棋风是非常的勇猛的 很喜欢在乱军之中取上将手机 喜欢大喊大杀 但是对上master我觉得他的风格是有点越显悲剧 说实话 是吗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master我觉得最大特点是善于腾诺转身 就是你的重拳你积不重他 你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某些地方你很在意 他可能一个大气子他人就没了 所以说非常的对于这种攻击行业 其实我觉得压力非常大 我们看到这个再次数出了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我见过应该是好多盘 对对对对 然后再爬他显然不想他跳 其实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算是说实话到今天也没有看出来 好像大多数职业骑手我还是选择的爬 我觉得可能其实我们还是跳吧 因为爬完以后人家也不会走的 你搬好像也没啥意思 基本上其实我们来看为什么搬没啥意思 很快大家就能够看到 可以加到这 对对对 今天下了一个正常的棋 如果是顶角 简单的看一眼 如果是顶角的话 有很多职业器有这么下 黑白都下 然后黑棋会跳 白棋跳 这时候黑棋可能没有事情做了 可能会长这 但是我不知道MAS会不会长这 我见过很多时展 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普通的进行 但是大家会看到白棋是第三个子 越显孤单好像 反正总之以后要被击乎 就是说作为喜欢进攻的孟太林 他是不愿意把棋自己下得那么被动的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这个阵头 这也是 黑棋飞角 对 他这般棋下到这里 和那个我们的女子事业冠军 余志盈 余志盈和MAS下的是一样的 对 其实不止余志盈 还有好几盘都是这样下的 我记不太清 就是他们具体是谁了 反正我见过 应该至少有将近五盘了 对 然后那盘棋是下在这的 然后这盘棋MAS还放在了这里 关键是上面的五水关键是这 然后他还是搬头 但搬完头以后 下部棋非常体现 弄太林的性格 全部看到绝对是一个非常火爆的棋手 接着直接就断了 没有跟你什么废话 然后打我就沾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争不掉我 其实我们据说要注意 你断上去会不会别人争了 这就搞笑了 黑棋其实只能是这个地方做一个正面应战 打持 他可能觉得这个断出来很严厉 所以说我觉得甚至白棋才会下连续的招法 我们看MAS怎么处理很乱的局面 他先打一下以后应该是接回来 对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我还是不建议请我们下棋的白棋 因为我们看到你从棋的紫销上来说 你从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 假定黑棋如果两块棋都做活的话 本身白棋的紫销是一塌糊涂不能看的 你想吧 你从这地方扭出来能有什么 能为什么控 能有什么紫销 你只能是说断开对方以后强烈的进攻对手 就是攻击对方的孤销 但是如果没有成长活 人家活掉的话 其实这局部有点崩了 我觉得这步断 我觉得还是不建议请我们下 就算扳完以后 就算不长的话 我们下下别的也好 我觉得还是 实际上这个地方下完以后 我觉得蛮 有点 勉强做战 我觉得蛮尴尬的 因为这时候如果他不吃的话 去门说拐 西门拐的话黑棋就接上了 这时候你把这个头拍住 他就里面做活 就是我们会看到 白棋其实什么都没有得 我觉得 这个紫它还能救回来 你也不可能再花水去去提了 对吧 太小了 以后它甚至黑棋还有出动的反击的反复营的可能性 白棋下面也本身就是白棋的 我们看 脚被扳了力以后脚肯定是受伤了 之前不会那么小 这个力是很有价值 这边占完以后 这根引和这块鞋连通了 跟大部队已经连回家了 所以说如果拐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占过 这个棋 白棋只能继续吃 强行断开黑棋 然后黑棋拐吃 对 然后白棋吃 它的白棋的目的 就这时候你如果花水去提 虽然我这地方垮掉了 那它还损失更惨重 但是它能抢到这不起 全力的进攻 黑棋的里面九块棋 如果被抢到这儿的话 虽然九块棋不一定会死 但是不死也是比较脱成皮了 其实如果实战的话 黑棋还是选择做波 这样的话白棋就能把这儿藏出来 继续进攻黑棋 有一种给我一种 固执一致的感觉 企图就是 然后揪住黑棋 我们看到黑棋 中间这块棋可能有一些问题 然后提 然后这一个滚包 这个也是就变成个饼了 对 其实变成个饼以后 其实我们看到 白棋的紫效 非常的堪忧 但是我觉得真正堪忧的是下一步棋 跳起来 对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还处在双方处在 离死我活的状态 完全都没有完全定型 而且关键是我们看到这大坨饼 其实生成状况很堪忧 我个人觉得 首先这大坨饼绝对不能死 对吧 如果死了肯定是完蛋了 这半棋 就是说一旦被黑棋压迫过来的话 你在补齐非常的痛苦 你不补齐的话 我就普通的从这出来 我们看到 这个饼怎么办 其实 暂时没看出该怎么办 甚至会 波及到 白棋上面那块棋 所以说 这时候 我不知道 蒙谭林是怎么考虑七颗棋 我个人觉得 这个时候是没有 空气脱线的 一定要抢到这部棋 这部棋是吧 因为被挑过来 这个饼实在太难过了 你如果再补齐 没有紫效了 不补以后 没准备借用 会出现 死骑的情况 接着它已经挣过来以后 我们看这是安全的 扳是没有的 我们给全部看一下 扳的话 黑白棋直接把它拍死就好了 这个不可能跑了 没有扳的话 这个地方有关门吃 所以说 反正黑棋不断 我就退 我们就假定这样 这样的话 这块棋先把这个地方走安全了 这样这个饼就安全了 这饼安全以后还多多少少 大家看到这块还能威胁下这块棋 至于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暂时就管不了了 至于什么跳和打入 什么白棋 黑的也不一定有空打了 黑的其实这块棋也很重 我看到 这大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方必争的要点 至于右边的这些利益问题已经管不了了 因为双方大打出手 这时候他去跳一个 我觉得 邓泰琳可能是属于冲动型棋手 他希望能够快一点 他可能觉得暂时觉得这地方没什么事了 他就想抢一手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对 他想下的更拼一些 但是几步以后 我就觉得他应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后被挑了一张 然后实际上他不肯补在上面 他选择补在这里 对 就是强行的撑在下面 其实这部棋到底有什么用 我也没有看懂 以后其实对方就算还冲击他 全部看到还是非常非常的凶险 这个地方 我们再退一步说 我们就算不吃你 我们上面摁你一下 你一定得变了 这或者这 其实这地方也非常不安全 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 这个棋 而且我们知道下棋的话 高手下棋的话 全部都知道他最痛苦的是什么 你有毛病 有味道 然后对方不动 伺机而动 就给你留着 对 伺机而动是最痛苦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动 以后在别的地方你会被弄得缩手缩脚的 所以这时候他不肯补了 补在这其实好像也没啥用 我觉得 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几步 其实是走在这里 对 简单退一下以后 然后压迫一下 白棋 其实从这步起 你可以看出 马斯特已经会感觉到自己领先了 对 然后孟太林还是一如既往的拼命 像孟太林这种就是好战型的 然后比较冲动型的骑手 是不是跟马斯特下的话有些吃亏 对 对 我觉得就是 容易碎掉了 是吧 就如果是同样的战斗型的骑手 他两个人会互相之间互不买账 互不服气 如果他碰到一个全局感非常好的骑手 像马斯特这样的 就确实有点吃亏 因为你的重拳挥过去后 他可能直接就脱鲜了 就像打太极一样 对 他甚至直接把很多你认为重要的地方 他都踢死气给你了 然后你再数你不行了 这时候就非常尴尬了 对 我觉得非常尴尬 确实有点吃亏 我们看到简单的包扎以后 黑漆去把这个地方补了 我们给其友们看一眼 其实这个地方是不用补的 就是只说局部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全部看了 就爬的时候 白漆黑的是活气 但是他为什么要补呢 其实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问题 他还是想以后四季进攻 这个白漆这些团大饼 然后孟大林一无既往的薄命 贴起来 然后他顶一下以后 他这时候压制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给其友们简单判断 这地方是八木漆下面 然后右边的白漆大概是二十目左右 也就是说二十八目 然后这有一目二十九目 这地方勉强算白漆两目三十一目 然后你要再数白漆就已经数不出来了 也就是三十目出一点头 我们看到黑漆这个角是有十五目之长 这地方至少有六目是二十一 然后这个地方大概六七目其实没有问题的 二十七八目 然后这多少有一点 白漆黑的已经三十了 所以他压迫过以后 我们看到上方是黑漆的贴木 上方虽然没有完全成实控 但是我们从肉眼上判断的话 我相信十五目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时候白漆已经是大差了 而且最最讨厌的是这一大盘还没有安定 也就是说中间黑漆还有很多的潜力跟线索 就下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白漆已经是感觉无力回天了 已经不行了 好 那这番漆我们后面也不再给大家继续摆了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